刚才我们听了这一段福音 是圣经上很出名的一段 这个年轻人 这是一位富有的少年 他来问耶稣 我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 耶稣的回答 说你遵守天主的诫命了吗 他说我从小就守了 最后耶稣说 那你要是愿意做成全的 回去把一切都辩卖了给穷人 然后来跟随我 故事的结局是那个少年很难过 他就走了 离开了耶稣 所以我们一起读这一段 我想分两点 一起去反省 一点是关于这个青年人 他的问题 他自己 另外一点是 耶稣的回答 还有耶稣自己 我们从这两个方面 看这一段福音 虽然 虽然故事的结局 有一点 悲伤 一个年轻人 充满热情 来问耶稣一个问题 他想跟随耶稣 可是到最后 耶稣说的条件有一点高 他 无奈地走了 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帮助 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年轻人 他提的问题 老师 我该做什么 就能进入永生 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发现 他心里有一个渴望 他在找永生 他在找生活的意义 我怎么样活着才有意思 我怎么样活着才没有白活 后来我们发现 耶稣说 你守天主的诫命 什么诫命呢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要孝敬父母 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 他很高兴地说 这些从小就做了 事实上 这个青年人很不简单 看到这里 我们就问 今天有多少人 还问他问的问题 我做什么 会进入永生 我做什么 才活得有意思 一定有很少的人 在问这个问题 在今天 人们都不问了 活一天 少一天 活一天 在世界上享受一天 至于将来 有没有永生 那是将来的事 有没有天堂地狱 神父讲说有 天主教的信仰 说有 谁见过 我不管他 很多人就这样想 别人怎么着 我就怎么着 在世界上过的日子越好 那就越好 至于将来怎么样 我不管 至于守天主的诫命 有多少人 还在守天主的诫命 别人怎么着 我们就怎么着 虽然进了教堂 我们是个教友 但是在生活中 很多的时候 我们像外交人一样 甚至还不如外交人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年轻人 给我的一点感想 今天那个 金唐勇一开始就说 天主 在你殿院一日 远胜他处千日 这是来自圣勇 第83首 这个常常祈祷的人 他来到了天主的圣殿 向天主感叹说 我在你这待一天 比在别处待三年 还幸福 我在你这太好了 这是一个渴望天主的人 他说天主 你是我的护佑 求你眷顾 你的收复者 求你眷顾我 我在你这待一天 比在别处待三年都好 远远超过在别的任何地方 今天有多少人 还有这样的体验 有这样的 我不说感觉 有这样的渴望 到圣殿里我们祈祷 一会儿看看表 一会儿看看表 什么时候会玩 怎么这么长时间 我们很无奈 这个说明 我们对天主的渴望 越来越少 好 这个首先看到 这一位年轻人 让我们觉得 惭愧 还不如人家 随后我们看 耶稣的回答 耶稣数了天主的诫命 这些你都做到了吗 其实你们有没有注意 耶稣在这儿 说的这些诫命 很重要的是对人的 不要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要孝敬父母 爱别人如爱自己 很重要的 耶稣要提醒我们什么 有时候我们觉得 一个教友 一个信天主的人 念经 就是热心 好像这就是天主要求的 每天早晨念念经 晚上念念经 星期天 主日 进进堂 站立 罢工 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人 可是 你们看 耶稣回答这个年轻人 怎么样做才尽永生 爱你身边的人 不要伤害他们 不要撒谎 不要欺骗 不要坑崩拐骗 要爱他们 想爱你自己 你身边的人 可能是你的儿媳 可能是你的婆婆 可能是你的邻居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同事 同学 你的 反正你身边的人 你每天怎么样爱他们 然后你才进入永生 能不能进入永生 看你跟别人的关系 别人跟你都没关系 那天国跟你也没关系 可不是念念经 就够了 我就能进入永生 我想就耶稣的这句话 已经打破了 很多老教友的一个观念 我只是念经 我就是热心 别的不管 不行 耶稣在这儿 你细看 没有说你爱天主 在万有之上 你怎么样怎么样 耶稣是很实际的 你就爱你身边的人 想爱你自己 不要伤害他们 这是永生的路 随后 耶稣还加了几句 你如果愿意是成全的 去变卖你所有的 然后来跟随我 这个很重要 在这里让我们想到 耶稣想告诉我们的是 要想进入永生 不是守这些规矩 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那个 不要做那个 如果我们纯粹 为了守这些规矩 我们差得还远 还有一位 要跟随 信仰是跟随这一位 首先不是一大堆规矩 我们爱这一位 他那么爱我们 当我们爱他的时候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会听他的话 当我们没有对他的爱 只是这些规矩 我们会觉得很繁琐 守了一段时间 就觉得没有意思 一直这样做 我很不自由 所以我们不要单纯 看教会这些规矩 我们加入教会 我们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有另一位 爱着我们 跟随他 我们会是成全的 就像一个人 一个家庭 一对父母 现在我们吃饭 省吃俭用 不盖房子 不买汽车 不做别的 为什么 我们要省着钱 为了将来的孩子 将来家里有用 所以现在两个人 每天努力的去工作 为了将来是吗 他们不感觉到累 他们有一个目标 他们是由于爱 爱就像发动机一样 那个池一直在跑 因为有发动机 我们也是一样 当天主 我们知道他多么爱我们 我们愿意听他的话 让我们跑到哪都行 就不只是守这些规矩 我们光看这些规矩 忘了后面 天主那么爱我们 给我们说的这些话 为了我们的好处 我们就活得很累 做一个教育好难呀 这些规矩 这么难守呀 天主在 给我们说话 他爱我们 我们也愿意爱他 最后这句话 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 去施舍一切 然后来跟随我 你们听我分享 今天你们能做到吗 施舍一切来跟随我 谁能做到 这句话怎么理解 你们可能说 我们不是神父 也不是修女 我们不可能放下一切 去跟随耶稣 今天我有我的工作 我在家里还需要住房子 神父你卖了你的房子都行 你有没有没关系 我们得有 其实你们细看圣经 波多路他一直有房子 他的房子虽然不是在北京 也不是在大城市 但是他的房子 在一个小镇上 那个小镇也是算是一个经商的好地方 他的房子一直没卖 什么时候耶稣带着门徒们 来哥法翁就住他家 你看他没有卖房子 马尔谷他家也很有钱 他是第二部福音的作者 他写了福音 什么时候门徒们聚会在他家 晚餐厅就是他家 没有卖了 他跟随了耶稣 其实耶稣说的 并不是把你的家里的所有的去卖了 光顾一个来跟随我 不是 意思是 什么都不要放在你的心上 对谁有用 能帮助谁 爱你身边的人 拿着你有的去爱 你有这些 你心里已经不觉得 这是我的 谁也不让别人用 不是 你的心自由了就好了 我们的条件好 我们感恩 条件不好 同样感恩 我们活着 感谢天主 每天赴宴席感恩 一个醋茶淡饭 我们能吃饱了 仍然感恩 感谢天主 我们的心不在周围的条件上 重要的 我们的心是自由的 如果我们离了这个也不行 离了那个也不行 没有这个也受不了 那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都在别的上面 所以耶稣叫我们 舍弃一切 不是让我们扔掉一切 而是让我们的心 成为自由的 让我去哪里都行 让我在什么条件下 生活都行 这一切都不重要 来跟随我 用我们所有的去服务 这个是天主要的 别的都是次要的 好 让我们跟随耶稣 祈求耶稣 给我们这种心灵的自由 什么都可以放下 什么都可以没有 除了他 耶稣什么都放下了 除了天父的旨意 对他最重要的只有天父的旨意 没有别的 那就是他的食物 不吃饭可以 不睡觉也行 但是你不让他接近天主不行 我们呢 我们祈求耶稣帮助我们 获得这种心灵的自由 然后常常活在天主的爱内 我们才会去爱他 听他的话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